大家好,今天这支视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经常用的几种肥料 首先就是牛粪和鸡粪,这两种有机肥料在Home Depot, Lois,还有Nursery Store都可以买到 我通常就是买很多用来混合原有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在平整土地的时候摻进去 或者是移植树木的时候会放一些做底肥 很多人觉得这个肥料会有一些味道,我觉得其实还好 尤其是牛粪,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鸡粪的话还有一些 不过还是可以承受的 这个Long Food,我之前在介绍草坪整理的时候有介绍过 我觉得这是一款能给草坪提供持久营养的一款比较好用的肥料 如果家里有草坪并且需要自己去做日常护理的话可以考虑看 下面这个液体的呢是Miracle Grow他们家的Quick Start 那它主要是用于在Transplant,就是把小苗移植到地里的时候去给它添加 但是我一般没有在我自己种的这种有机蔬菜里面添加过 主要是在做这个花类的扦插的时候我用过 不过呢,我觉得它效果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 就是不好不坏吧 它倒是也不会把苗烧死 但是也没有说看到很明显的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下面这种小棒棒呢就是一种缓式肥料 它是根据说明的话是可以用于indoor也可以用于outdoor 那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把这个小棒棒插在低水线植物的低水线附近 那你每次浇水的时候它就可以缓慢的释放出养料 这个我在网上看到的评价是参差不起 有各种有好的评价觉得还蛮有效的 也有很多不好的评价说把花啊苗啊什么的都烧死了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插的这个位置可能要注意一下 是在低水线附近 不要直接插在这个植物的主干的这个根旁边 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注意用量 那可能很小的那种室内花会一个小棒棒都多了一些 所以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用量 我暂时用起来感觉状况还是可以的 虽然也没有发现非常非常明显的 能让植株变得非常健康的这种 但是也不至于说把这个苗烧死 下面这款产品还是Miracle Growth 那这一款是酸性肥料 主要是用来去给一些喜酸 喜欢酸性土壤的植物去添加肥料的 那我主要是买来用来给我的秀球花调色 就是调蓝 那我看之前有一些评论 有些人也把它用于种植蓝莓 不过这个我没有试过 因为它这个我暂时好像没有发现它是有机肥料 所以说我就一般非有机肥料只用于花卉 那现在看来我觉得它的调蓝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这个秀球花买的时候都是粉色的 基调的 然后每周把这个肥料溶于水 然后浇一次花 这个花慢慢慢慢的就开始脱离掉原来的粉色 或者是红色的那种色调 然后渐渐渐渐的变蓝 然后慢慢可以调成我想要的那种颜色 那下面的肥料就是主要是用来给我的菜地和果树施肥的 那这个下面这个Miracle也是Miracle Grow的 那他们家出了一款Performance Organics的All Purpose肥料 就是可以用于蔬菜花卉等各种 就是你认为需要肥料的地方 它里面是那种黑色的小颗粒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我的花呢 主要就是用来给我的果树施肥 就直接也是把它撒在这个果树的滴水线附近 把那些周围的小石头什么的挖开 然后一年大概施个三四次的肥料 我觉得暂时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像我的桃树 那这是第三年的桃树 它现在就是挂满了枝 这个枝条都已经坠得不行 我就是在它开始结果的时候就不停地在树果 不停地摘掉一些弱的果实 现在还是很多很多的果子在上面 包括李子树也是 那这李子树上面就是一个枝条也是挂满了果 我也是在不停地树果 所以我觉得这块肥料暂时看来还是蛮好用的 如果你有很多果树想要施肥 同时又想要见到比较显著的效果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一块 对于菜园里其他的一些瓜果蔬菜呢 我一般都是买9GMO的种子 然后用有机的肥料 所以希望能就是种出比较健康的蔬菜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会用这个Fish Fertilizer 那这个Fertilizer我们先说它的缺点吧 它缺点就是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闻 而且它就是溶于水之后 你浇到地里去 这个地会在至少几个小时之内吧 就是释放出那种比较腥臭的味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肥料 就是可能不太适合在白天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浓 因为其他的邻居可能在院子里会闻到这种气味 不是很好 然后我一般都是在晚上或者傍晚的时候去施肥 经过一晚上的这个散发 然后这个味道就会被稀释掉很多 那我们这有一个小菜园的对比 就是吃了这个肥料之后五天之内 这个小菜园的对比 当然温度和气候啊水啊也是一定一些方面 不过呢这个肥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已经是我买的第三罐了 那最后我们要介绍到一款 就是叫做Golden Tree这个Fertilizer 那为什么把它放到最后呢 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太贵了 这款肥料我当初想要买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的蓝莓 我觉得它状况并不是很好 可能就是在冰死边缘挣扎的那种 所以我就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 看看是否有这样一种 不能说是起死回生吧 但是就是能帮助这个植物从死亡边缘 能稍微缓过来一点的这样一种肥料 然后我就找到了这个Golden Tree 那它的网评真的是非常好 应该是拯救了无数人家里 想要拯救却就是不知道方法的这样 这样一种树木啊或者是苗啊之类的 但是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它的一加轮就是跟前面那个Fish Fertilizer 一样大的尺寸 那样一罐要200多刀 那我当时真是觉得有点下不了手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2OZ的试一试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能让我看到那种 非常显著的效果的话 那我可能之后再买一大瓶 所以我就先买一个2OZ的 它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里面就是那种黑色的液体 没有什么奇怪的或者是非常浓重的气味 把这个液体溶于水之后 然后用来浇这个植物 大概一周浇两次 或者是一周浇一次都可以 主要是看你这个植物到底 就是需要Rescue的那个程度有多高 那我用它来拯救了我的蓝莓树 我先是给蓝莓树做了一个剪汁 然后用这个Fertilizer浇了两次 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是它长了新的叶子 而且看起来似乎非常健康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尝试的就是我的辣椒苗 我的辣椒苗在一开始 Transplant到室外的时候 室外的温度夜间尤其是还有点冷 那当时那个辣椒苗的状态很不好 就是几乎那一批苗就是要死掉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给了它一些这个肥料 大概也是只浇了两次 那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辣椒的新叶子长出来了 而且是嫩绿嫩绿的颜色 我觉得当然我这个样本含量并不是很足 就是我使用的次数也不是很多 这个这一罐我已经用完了 那我觉得但是至少目前来看 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然后让我对它这个Gordon Tree 这一系列的产品都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 所以我是想着过段时间 我可能会购入他们家的 全系列产品的一个bandle 就是就是一个包含了很多款 小的那个sample size的那种 那种产品去试试看 那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就是说如果你之前用过这个Gordon Tree 有什么经验 也欢迎你在留言区来跟我分享 或者你之前用过什么 或者是现在用过什么 非常非常好用的肥料的话 也欢迎来跟我分享 那我是很喜欢 很喜欢去尝试一些不同的 新的这种Organic Fertilizer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